甜甜,我们来看你了,是什么能让大熊猫放下手中挣吃的津津有味的竹子? 当然是久违的香音了。 3月7日,一位网友在网上分享了自己近日看望旅音大熊猫甜甜的视频。 听得懂四川话的大熊猫甜甜引发网友热议。 视频中,网友在英国爱丁堡动物园,呼唤大熊猫甜甜的名字, 并且让她的老公讲一句四川话给她听。 当听到四川话三个字时,已经屡因11余年的大熊猫甜甜明显愣了一下, 停下了手上正在吃竹叶的动作。 随后当听到网友丈夫用四川话讲的甜甜, 我们来看你了,甜甜再次停顿。 网友惊讶地表示她真的听懂了。 大熊猫甜甜2003年8月出生于北京动物园, 2004年搬家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。 2011年12月前往英国爱丁堡, 开展为期十年的科研合作。 据了解,甜甜在当地颇受欢迎, 抵达时还有专门为她设计的苏格兰格纹作为欢迎的仪式感。 2023年1月,爱丁堡动物园表示, 将按照约定,于今年底将甜甜送还给中国, 并为其准备盛大的送别仪式。 网友在发布视频的同时, 也向广大关心初始大熊猫情况的网友报了平安。 甜甜的状况很好, 吃的竹子看起来也很新鲜。 大概只是有点想家了, 其实,甜甜并不是唯一能听懂四川话的大熊猫。 在网络上, 有多只大熊猫曾因为能够无障碍交流而走红。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, 猫界顶流女明星, 花花就曾因为听到游客议论她没脖子而大声胖气, 并用力撑脖子给游客们看, 正在忙着打架的大熊猫面对游客别打了。 我先拍个照的请求, 迅速进入营业状态, 停下打闹的动作, 并转向游客的方向摆出了pose让游客进行拍照。 荷叶不仅一一满足游客拍照要求, 还十分注重自我形象管理。 当游客用四川话指出荷叶不要驼背时, 她立刻直起了腰, 让转过来就转过来, 让动一动就动一动, 要看尾巴就把尾巴露出来。 这些听得懂四川话的大熊猫, 让网友们直呼, 成精了成精了。 大熊猫真的听得懂四川话, 这盘四川网友赢麻了, 订阅本频道吧。